一人陈婷妮近日跟随未婚夫胡雨薇 飞往美国纽约探亲 也准备在当地居住一段时间 日前她都过社群公开了在纽约拍摄的照片合集 让粉丝们更了解她在当地的日常生活 从照片中不难发现 她戴上了不少休闲时尚的服装 其中一件黑色碎花上衣 被不少粉丝夸赞好好看 但有眼见的网友发现 去年她和刘冠婷出演 爱情发生在三天后 剧中角色就曾穿过该件上衣 便询问陈婷妮这件衣服是不是剧组的戏服 对此她大方的回应道 这其实是她私服 不过借给了剧组当角色服装 拍摄结束后自然也收回了 没想到时隔一年之久 陈婷妮依然穿上同一件衣服 并且搭配了另一种风格 看得出来她完全不介意穿过的衣服再次拿出来穿 超级接地气的行为 也获得粉丝们大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